我們現在要去買JR廣域三日週遊券 JR廣域三日週遊券 要怎麼買呢? 先拿好我們的錦囊廟記 把錦囊廟記打開來 打開來看一下裡面寫什麼 錦囊廟記寫的是JR廣域三日券 對的 把你要去的時間地點 還有訂票編號寫上去 然後我們就去買買看嘍 好不好 出發 我們看一下 成田機場 好,走 JR East Travel Service Center OK 好,走 還有一個 宇富的SIM卡 還有一個SIM卡 在這裡可以上網的SIM卡 可以在JR東的PASTA這邊買 那2.4G是4500塊日幣 你就可以上網2.4G囉 現在我要來買JR廣域三日券 JR廣域三日券 在這個Center裡面 可以看得到 這裡有五六個櫃檯 在後面 待會我就可以拿這張 這張我已經寫好了 它裡面的 我們的出發時間、地點 還有對應的位置 那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靠這個東西 然後讓它直接來去 給我們 左對應的票 那我們就看看囉 準備好 走 你如果在 出發之前的時候 然後就先對JR廣域三日券 很有了解的話 那你就先把相關的時間 還有訂票 完成手續 那寫成一張 這些說明的一個狀態 讓服務人員去幫你做Check 那購買的時候呢 他會先要求你買幾人份的 像我們是準備了四大一小 四大一小的桌遊券 你可以看得到 當他 當你到現場的時候買四大一小的話 像這一個是小朋友的桌遊券 小朋友的桌遊券 那其他的是大人的桌遊券 嗯 嗯 那 在你確定好你的時間以後 他的上面就會寫說 日期已經沒有辦法更改了 那時間是從哪裡到哪裡 總共的價錢是多少 像我們是從7月31號到8月2號 所以啊 嗯 價錢跟時間都已經確定好以後 他就會說 你已經有把這些券都已經預定好了 乾明被 還要睡覺嗎 趕快 好 那 如果你已經把選擇好的時間 給了乘務員 讓他去幫你做規劃的話 他就會幫你換成這個 新幹線的指定券 新幹線的指定券 我們這裡 有到輕井澤的 上野到輕井澤 還有 嗯 新速到大月 大月回新速的時間 那這幾個 這幾個段 會有差別的地方是在於說 如果你那麼長的時間 沒有座位的話 你沒有指定洗的話 那你到時候就會很麻煩了 所以我們在出發之前 先把這些預定好 到機場的時候 地下一樓的服務中心那邊去 那 你起來喝算 就可以去做 JR廣義三日券的 預定 是不是很簡單呢 你也可以跟著我一起做喔 就是這麼容易 買到你的JR廣義三日週路券 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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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容易啊 是不是很容易 你也會買對不對 那 我們JR廣義三日週路券 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囉 跟大家說一聲 再見囉 再見 掰掰 哎呀對了對了對了 其實這一張才是車票喔 記得 這一張才是車票 那 這個只是告訴你 座位在哪裡喔 這只是告訴你座位在哪裡 其實你上車的時候 是 把 票 從旁邊給贊務員員看 那在第一次入場的時候 它會幫你 蓋印章 在上面 之後的話呢 就會 打動這樣子而已 只是記錄而已 對不起 只是臭臭了 啊 了解囉 記得喔 這一張才是車票喔 是有的 那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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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